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个概念一出来 立刻817跟1450又围上去了 一个骂他说什么纳粹集中营 然后韩国医回向他们说真是一群神经病 结果没有想到却引来那个吊死鬼白眼女人叫黄杰的 他居然说这个概念还不错啊 只不过他希望韩国医讲清楚 并且他希望韩国医把神经病跟精神病不要弄混 所以呢1450麻烦你们在发动攻击以前 你们自己内部先沟通好 不要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 那另外一个话题呢 我就想跟各位聊聊最近的股灾 以及欧洲线疫情大爆发以后 加上美股跌了一塌糊涂 那接下来全球经济走势会怎么样 当然了 我还是必须说 对经济方面我是外行 我只讲我的感觉给各位做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话题开始聊 我相信听众们很多都去过香港 但包括我也去过香港 可是我记得以前一开始去香港的时候印象非常不好 因为我总觉得他们蛮启示台湾人的 尤其是你讲国语的话 因为他们要么讲广东话 要么讲英语 讲中文 那时候大陆还没有赢过香港的时候 香港也很启示大陆人 可是后来戴南曼整个经济形势转换了以后呢 那香港的漫漫现在也接受大陆了 但是呢 因为香港的物价跟房价涨太快了 导致他们贫富差距太大 以至于大家生活压力非常大 所以才爆发了之前的反送中事件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香港人想要移居台湾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原因 其中应该就包括了因为香港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 而且房价实在太贵了 他们的收入虽然很高 可能是台湾的三五倍 可是他们的房价跟物价也相对高 我之前在节目就说过了 全世界绝没有一个地方是收入高 物价低的 没有这种地方 那个地方叫天堂 地球上应该找不到 所以呢 他们现在很多香港人想来台湾 因为台湾相对来讲 第一个物价很便宜 而且空间很宽敞 房价也便宜 尤其是南部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移到高雄跟台南 这住在南部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那韩规这个概念我理解 他当然是希望说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香港村的概念 那就可以吸引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因为我想退休的人 或者想宜居的人 应该实际上都有点钱嘛 我觉得他想活络经济 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可是呢 我觉得我想给韩总一点建议 我觉得香港村的概念很好 可是我觉得可以扩大一点 因为我觉得不要用村的概念 我觉得用社区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用村的概念会感觉好像变成以前像眷村一样 那他们这群人就变成都是香港人 好像未来人都进不去 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他们可能又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国中之国 就是一个小香港在台湾 然后里面的人呢 也许他们全部讲广东话 然后一辈子不会讲台语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了 我觉得香港人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好 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英语 而且会广东话 那么反而是中文不大好 那台湾人现在比较弱的一项 反而是英文不大好 可是中文跟台语都不错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不要把它变成香港村的概念 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像类似香港社区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不只是香港人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进到那边 那在这个社区呢 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定社区条例 或是跟当地的领域长合作 我希望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香港社区里面 因为香港会讲英语会讲广东话 那台湾人会讲中文会讲台语 我觉得大家语言可以交流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135或是246 我们可以选某一天我们全部讲英语 或某一天我们全部讲广东话 或是某一天我们全部讲台语或中文 我觉得这样子在这个社区的 他们慢慢的就会因为语言的互相交流 跟感染互相学习嘛 大家才融在一起 因为我不希望香港村的概念 就跟当年眷村的概念会变成一样 就是眷村的人永远没有办法 跟外面的台湾同胞们融合在一起 像我本身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父亲一辈子都不会讲台语 他一辈子都融入不了台湾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样不大好 那香港村的概念 我也是担心会变成这样子 比如说假如说你这个香港村 全部都是香港人的话 那他们自然不会学台语嘛 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用广东话 在做日常的沟通 可是呢平常只会用尖色的中文 因为香港的中文真的不大好 而且呢还有就是英文 那讲英文我觉得台湾人不一定听得懂了 可是我觉得假如大家融合在一起 然后用语言 就像类似办活动 办嘉年华的方式 我们全部用不同的语言 来过每个月的某一天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玩一点 而且会让这个社区融合度大一点 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假如韩总听到的话 我希望你做参考 那这么好的一个概念 这么好的一个像香港村的概念 希望吸引外国的移民 来台湾居住的这种概念 1450跟817 你们看他们都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就像疯狗一样 先扑上来死咬再讲 所以我觉得蔡政府 民进党 他们根本对韩国瑜都还没有放松警戒 所以说他们现在用这种又栽赃抹灰 根本还没搞清楚 就说什么纳粹集中的方式 我觉得韩总 你骂他们是神经病 你真的是侮辱了神经病 因为神经病好歹还是个人 他们这群根本就不是人 是一群畜生 你用骂他们神经病的方式 我觉得是侮辱了神经病 那对于这些畜生 你不应该用人类的语言跟他们聊 你应该用畜生的语言 可是我觉得你是市长 你现在有市长的高度 所以这种语言不适合你 这种修理畜生的事 我来做就可以了 不用麻烦你动手 你看那个黄杰 那个吊死鬼女王黄杰 他是不是现在 因为各位支持韩国瑜的人 也要罢免他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讲话收敛一点 讲话乖了一点 说什么这个香港村的概念还不错 只是要请韩国瑜讲清楚 韩国瑜讲清楚了 是你没听清楚 而且你要是没听清楚 你怎么提到韩国瑜骂你们这145 你是神经病 而且什么叫纳粹集中营 请问一下 假如韩国瑜他做的是纳粹集中营 那请问纳粹是谁 韩国瑜是纳粹吗 我觉得你们参与才是纳粹 一言到晚搞 先知言论自由 一天到晚要网军霸凌别人 还说别人是纳粹 你们才是一群标点的台湾纳粹 好那骂完了台湾纳粹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 全球可怜的经济情势 我看这几天因为美国的股票上冲下去 一下子跌1000多 一下又拉回几百点 一下又跌2000多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看晕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分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我们来看股市 第二个我们来看油价 第三个我们来看物价 然后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疫情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 好像都连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媒体 一天到晚疯狂的报道疫情 而且台湾的媒体更奇怪 明明人家世卫组织要把这个武汉肺炎改名为新冠病毒 可是台湾的媒体就说 怎么世卫组织对中国特别好 特别偏心 我觉得你们这些真是有病 把这次流行病定为武汉肺炎 本来就是一种歧视中国人 歧视武汉人的行为 那假如说照这个逻辑可行的话 那是不是登革乐以后要改名成台湾登革乐 有些人感冒一例说美国流感 脑炎一例说日本脑炎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你们不要这么的下见无耻 就为了要仇宗为了要配合民进脑夺的政权 就这么出卖自己媒体的格调 虽然你们已经没什么格调跟灵魂了 可是你们这种做法还是人家看不下去 也让人觉得你们非常的飘脸跟不辞 你们仇宗已经仇宗脑子进水了 你们这种病根本就治不好了 新冠病毒或许还可以研究出解药 像台湾这种仇宗病 根本就是病入膏肓 烂在骨子里一辈子也不会好 那我是建议大家分开来看 就是新闻归新闻 疫情归疫情 经济归经济 我不想大家能不能办得到 因为电视机获取只有一台 所以大家接收到的讯息都很混乱 但是我觉得看在钱的份上 我希望大家先冷静下来 不要被媒体爆了新闻吓坏了 先冷静下来 你们才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才可以保护自己的钱 像美国的股市这次 为什么上冲下写震荡这么厉害 我还是延续我之前的看法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还是中东石油国家 跟美国打石油战的结果 但是因为好死不死 一下子一个疫情的黑天鹤冲出来 才让这个美国不安定的股市 雪上加霜挨了一记重疾 可是我觉得美国的股市 它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国他们现在慢慢在复工了 虽然台湾的媒体现在报道的方式 对中国还是抱着一个仇视 一个负面 一个不相信的态度 可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中国他们复工 绝对不是玩假的 因为中国要不要复工的这个严重性 绝对比美国股票会不会涨 这严重性要大 所以我觉得中国他们一定坚持复工下去 只要中国复工了 那我觉得全球经济 就会因为中国的复工而慢慢升温 而且中国复工了以后 它也会因为它还要继续跟美国做生意 还要继续保持跟美国友好的关系 所以呢 它又会开始去很可怜的去买美国的美债 只要中国开始买美债 中国开始复苏了 我觉得全世界的经济 就会开始慢慢安定下来 虽然有疫情 但是绝对不至于像最近这一阵子 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仿佛不知道谁来领导式的 因为美国感觉好像靠不住了 但是我觉得只要中国开始慢慢复工 全世界生产供应链开始慢慢恢复稳定了以后 就像我之前讲的嘛 只要有制造业的国家 他们先恢复元气的话 这个世界的经济就会慢慢安定下来 那至于现在你的股票是该留还是该丢 这个就请你们自己去考虑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是放长线的人 我会考虑你不要急 那只要你是玩短线的 那就请你自己考虑了 因为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大量限制来救你自己 那该怎么割舍 就请各位自己拿捏吧 那油价我觉得短时间应该还是不会起来 因为美国跟中东现在才刚开打而已 应该还会打一阵子 打到看谁先出局剩下来的 就是会留下来把石油价钱慢慢的调回来 那石油价格跌了 那物价自然就不会波动太大 所以在物价方面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况且石油只要一跌 对所有的企业应该都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伟大菜政府不是说了吗 因为油价一直下跌 所以水电费可能暂时不会涨 我觉得这个消息至少听起来还算是个好消息 虽然欧洲的疫情现在看起来好像才刚开始大爆发 而全球的流行很多专家写者也说才刚开始而已 可是我觉得人类的社会 不可能一年两年或三年五年完全封城 完全把国家封起来 而不从事任何的经济活动 假如说人类让全世界经济活动停止的话 我相信这个获得灾难一定会比这个疫情还要严重 所以呢 我觉得疫情应该在短时间内 它就必须要获得缓解 就算没有发明出新药 可是在媒体报道的力道上 它也不会把它报到这么恐怖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恐怕全球经济的瘫痪会比疫情还严重数十倍 那我相信各国政府在权衡利害关系之下 应该还是会想办法在媒体上 或者在舆论上 或者在民众的心理层面上给予一定的信心 让大家还是可以安心消费 安心从事经济活动 要不然在疫情还没有解决以前 人类恐怕就因为经济停滞而全部灭亡了 所以我相信在医疗单元方面 一定会有很多机关或很多机构 很快就会研制出新药来 就算没有新药 也会告诉你说 我们的解药正在研发成功的进行适中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疫情应该很快就会得到控制 那经济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的恢复元气 只要中国开始全面复工 那中国因为是全世界制造业的龙头嘛 所以全世界的制造业也会跟着复工 那全世界制造业复工了 经济就会慢慢的复苏 因为我之前就讲过了 会先复苏的一定是制造业的强国 那接下来才是服务业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已经宣布要全面复工的情况下 经济情况一定慢慢好转 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最后我想告诉各位 其实就这一次疫情来讲 我觉得疫情的本身并不严重 严重的是媒体以及台湾人民导国的心态 各位可以看到 就算到现在为止 韩国一乖乖的待在高雄 他想要好好的做市政 好好的想引进一些外资 好好的想筹划一些新的概念 可是你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1450还有817 甚至于民进党的人 他们还是不断的用打压的方式 用抹黑的方式 甚至于用仇恨中国的方式 什么纳粹集中营都说出来 我觉得台湾这个岛才是一个纳粹之岛 不但是纳粹之岛 而且是比纳粹还要极端的民粹之岛 我觉得这才是可怕的 疫情也许还有有药可以解 可是像民粹这种已经在心里面直压 这种仇恨的种子 一辈子也解不了 就算以后疫情控制住了 经济恢复稳定 我觉得两岸的友好还是回不去了 彼此都不信任 加上台湾这边莫名其妙仇恨中国 剩下的只能就是逼中国你要做决定的 做什么决定 就是你要怎么来收拾这个残局了 是文统还是武统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你们自己要想清楚了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或战争 可是这个情况看起来 我觉得可能冲突势必难免了 那假如两岸的冲突势在难免的话 我只能说大家自求多福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